主角是一出戏中的主要人物 配角就是四个人物 一场戏下来 人们往往直击的那些主角 而那些跑龙套的配角 估计观众都没看清模样吧 更加别说姓盛名谁了 所以很多配角都想成为主角 他们有靠踏实境也出名的 有靠机遇出名的 甚至有人靠炒作名利双收 但还是有人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依旧还是配角的 就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 出到二十余年能是配角 他就是杨家诺 如果你不是个剧迷 你对他一定能陌生的 他从一二十余年参演的影视剧 几乎都只是配角身份 所以认识的人自然也就少 杨家诺别名杨家诺 六十年代出生于香港 长相英俊潇洒 一脸的书生相貌 八十年代读入影视圈 出到初期辗转于亚世与TVB之间 1980年加入TVB期间 从一三年的时间离开TVB加入亚世 随后二年又离开亚世 再回他虽然不是主角 但是很多感觉中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如妖门女将中的王伦 英雄初少年中 红西关的同门师弟周俊 《威城争霸》中的康有为 千秋英烈 转中的秦始皇等 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杨家诺 就这样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一出到就合作的演员 大部分都是当红演员 如汪明权 方宝宝 石修 王伟等人 这使得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勤奋 刻苦终于在出演千秋英烈转时 小有名气 杨家诺 在影视圈从一直有二十余年 饰演的电影少之又少 只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 参演过很多电视剧 就如中华英雄池 中华奥爵中的罗汉 九王夺废 中的云忠燕 新包青田中的张龙 九品深门 观众的鱼牛 剑笑江湖中的苍慕 尽管出演的作品不少 可是每部戏的戏份不多 但他还依旧坚持住 1998年的一部 我和江师有个约会 从首播开始 就广受观众的喜爱 也许是因为题材的信仰 故事的创新 在当时 可是捧红了不少的演员 杨家诺在该剧中 饰演连活动 一个被查出肝癌晚期的人 被医生告知 只有几天的生命了 在这时 他在家家大 下撞到了欧阳家家 两人从此开始有了交集 可连活动一心想当僵尸 家家却偏偏不咬他 事业上的他一直没有大红大紫过 而生活中的他也特别的不幸 41岁时被查出 患上了末期肺癌和淋发癌 经过患疗 病情得到控制 但半年后发现 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 经过两年与病魔抗战的时间 在拍摄上海传奇时 在家中吐血 送医院的路途已经昏迷 刚到医院后被证实 已经不是身亡 去世时间尾 2005年12月30日中年43岁 聚妻一双线少 平时的杨家诺 每天都要坚持喝早茶 就那天说自己头疼 不想出门 随后就听见他在浴室大叫 去看时 见他正扶住洗手痕 里面吐了很多血 救护车 过了很久才来 期间他不停地问 为什么还不来救他 临走时兵主一定要记得带TVB38周年台庆的男剑风衣 杨家诺 虽没大红 却一直是个很敬业的演员 去世的嫌疑中仍然在拍戏 所以上海传奇成了他的一组 当年因第三者杨家诺的老婆带着孩子 一同离开了他 直到知道